出文士NKOF嗎? 那台飛機我從圖這樣看出去完全就是戰鬥機裝備 他除了機比那四個強之外 他還有機腹上面有那個 有一個大型的機關炮 文士在我這裡 文士在家裡喔 文士是在家裡 好等一下 我已經差不多快落到他後面了 有 搞定 殘骸落地了 烈鹿犬跟那個防空車 OK 一樣位置喔 他在打我 現在可以衝他 好吧那我收他 那個他們家巨點網 巨點網珠好像又過去了兩台戰車我沒看錯的話 喔往外過去了喔 啊那個啦 瓦倫丁呢 瓦倫丁在這裡 搞定 烈鹿犬對烈鹿犬 那個 這台瓦倫丁 那個瓦倫丁 看到了 看到了 等一下喔 喔他用撞的 所以已經 所以已經沒事了喔 欸啊 欸啊 文士被我們弄 被我們弄掉之後 就沒有再上來了 可能 可能覺得 二打一沒有 沒有勝算吧 我在想 有啊 他有戰隊啊 喔 掉了 好 回來了 沒有我哥 我哥啊 剛剛跟我哥講話 沒有辦法 他們 他們還覺得 他們還這樣子可能還覺得他們 很有那個 反正只要輸了做什麼都行 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瓦倫丁 瓦倫丁殘喔 瓦倫丁殘喔 喔 你躺囉 那好吧 喔 喔 這樣子竟然 這樣竟然 這樣算最機喔 奇怪了捏 對啊而且我 我的那個 我的機比其實已經拉起來 那個起落架碰地板 但是他算我急殺欸 我死掉的那個地方前面 有那個防空炮 剛剛打防空炮的時候 被那個防 被戰鬥機打歪 然後要調位置的時候 本來拉起來 那個應該照常來說是不會最機的 可是他竟然算最機也怪 哪一台啊 打你的是八管喔 我是說剛剛你說沒辦法一輪把你打爆的那個 你說車輛嗎 瓦倫丁跟 瓦倫丁以下的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那一輪啊 喔 戰鬥機追你 七點鐘方向 啊兩台啊 一台撞 有看到 我們這邊的飛機該不會 奇怪我死到現在應該也該出來了吧 啊 也沒有藍隊友飛飛機啊 也沒有藍隊友飛飛機啊 那個Bug還沒有好啊 自己覺得啊 飛機被那個了 飛機被 藍隊友飛走 中Bug了啦 我去你後面 反正也沒試看 反正也沒試看 我發現 那個司徒卡後面的這個機槍是那個欸 是MG34欸 他有那 來了 八管喔 這一隻是八管 到前面囉 到前面囉 喔有有 那就沒辦法啦 後來發現有一個 有一種 我發現有一種奇怪的那個規則 就是 那個什麼 衝撞點 如果是從斜下方往上頂的話 上面那個會承受比較多傷害 對 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規則 被撞過幾次之後發現的 而且就是 後追的人如果往前撞 他是切到前面那台飛機的飛行軌跡 往上頂的話 有機會就是 是傷害會全部由那個被撞的那一邊來承受 對 很怪 照常理來說應該是前面的要受比較多傷才對 那一台他自己跳了 藍隊友他跳了 好 hardships 對 m tm 不過這樣子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兩台飛機重生的時間就會比較接近 來了 先抓飛機在哪裡 抓到了 搞定第一台 另外一台不知道在哪裡 可能還是得等他來追我才行 來了來了 來追我了 如果可以的話 搞定 你先玩吧我要先回去補血 我們現在拿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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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目標 當光炮一個 打開 讓我們拿到目標 我們現在拿到目標 再看一趟好了 家裡沒有東西 縱轟出來了 這個引擎聲是不裂痕 這邊有一台伴侶帶車 是不是被戰車打爆了 看一下喔 還在 那個烈鹿犬出來了 在這邊 那個瓦倫丁 瓦倫丁在這裡 天啊 這樣子兩台打真的是會讓人想回家 VB VA出來了 OK 他飛到我前面了 他挖賽了 漂亮 補血補炮彈 補血補炮彈 剛出來嗎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真的要往G點 戰鬥機在哪裡喔 我沒有看到 有有有有 在那個豬點 他咬我 他咬我 這個不會玩 這台不會玩 摳到他一炮 只是好像還沒有 只是好像還沒有 抓到了喔 馬上再把血補滿 好知道 等我一下 能吃就 能吃就各自吃吧 哇 信標沒了 有我在 我在咬 燒起來了 他那個 他用那個維修 啊 他跳了 他直接跳 然後追加了一個烈鹿拳 追加一台烈鹿拳 在應該在這附近 對方 欸 防空炮我看的是從豬點打過來的 對方 欸 我去補給了 邱吉爾現在 現在正在用那個 正很努力的用炮要打我們 然後 防空車在 在 在這附近 防空車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欸 沒錯 往前跑 這裡喔 在這邊 在這裡喔 燒起來了 還沒死 喔 欸 喔 你躺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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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去補給一下 先回去補給一下 嗯 沒有那個戰鬥機 我剛剛聽到戰鬥機的聲音 往我飛了嗎 極弱 咳 重生Bug喔 那這樣子有可能要一直到結束了 那個煙裡面一定有啊 欸 沒有欸 居然沒有 煙裡面居然沒有 煙裡面居然沒有 通常這邊 想不到居然 果然在草裡面的步兵真的不是很好看 站著 站著 防空車 防空車有兩台捏 先打這個躲起來的 這個比較麻煩 不知道位置 這邊好像又來了一台戰車 但是我炮彈好像壞不過了 炮彈這19顆 應該還可以再打個一輪 這也是防空車 哇 太慢拉 害羞 剛才應該少打一炮才對 對啊 有時候會彈 地雷 啊對了 司徒卡放的地雷 擊殺算司徒卡的 一開始好像不是 好像沒有就是會變成地雷擊殺的樣子 但是 對 這是問題 因為一開始 剛才你那個地雷擊殺敵人的時候 右上角顯示是地雷的圖案 但是 如果你開著司徒卡 然後你地雷擊殺的話 你會發現圖示是司徒卡 不知道欸 不知道欸 BlackQ 不是很清楚 是說剛才你說那個 有那個飛機在 現在剩18 我也懶得重生了 出去也打不到什麼 咳 剛才我要從基地裡面飛到豬典 然後那個 我說聽到戰鬥機的聲音 然後你說 嗯 沒錯 有一個好像 剛從 剛飛過豬典 要繞回來找我的那個 後來那一台啊 我 就是 急彎轉完之後 我懶到他 然後我用那個 我用那個 倒破 我用倒過來 用破S 之後我用3發 就把他打下來了 3發 我剛才 我覺得 應該會 我等一下錄下來好了 看 畢竟 現在幾發可以打下那個 司徒卡幾下可以打上噴火 剛好可以拿來當作證明 布列亨4炮噴火3炮 那這樣子說實在 那個 布列亨真的 抗性真的是被Nurve很誇張 還贏呢 司徒卡一直打戰車 打到靠腰 我就比較難理解那個 一開始 那個 BK37 的那個 建設很強的時候 拿去雪山打布柄 說實在 那個真的就 我覺得 有一種 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雖然說很強 但是我還是 還是不是很想這樣子玩 那個那管炮 好 這樣子 等一下我錄一下 等一下我錄一下